小跟念國中的時候啊 我對這四個字毫無感覺 毫無感覺 我也是 真的嗎 假的 波色筆喔 四折運算 我會怎麼講叫做四折運算啊 那個老師我主任我以前上課的時候很乖巧 那什麼筆啊 老師呢說加我就加 老師說減我就說減 然後我就跟著寫就好了 來四折運算 四個運算的方法 四個算的方法 四個算的方法 加減乘除 把小數跟分數混在一起算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講喔 因為一個式子裡面 一個式子裡面 它會有分數也有小數 來比如說喔 比如說一右四分之一 再加上0.37 再加上二右五分之八 然後再乘以1.75 來 有分數有小數 那我們是不是以前在教的 都是小數加小數 分數加分數 那如果你要把這幾個加在一起的時候呢 應該怎麼辦 所以第一步 你要學的是什麼 你要學分數和小數之間的話句 什麼是話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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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句 就是小數變 小數變分數 分數變小數 那小數怎麼變分數 分數怎麼變小數呢 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小數 小數 你要把它變分數 小數變分數 比較容易 分數 分數 變小數 等一下 也有 也挺容易的 分數變小數 那到底是什麼 小數 要變成分數 分數要變成小數 要用什麼 辦法 舉例來說 小數要變成分數 感覺上很簡單 感覺上很簡單 比如說 小數 0.3 有沒有容易 容易 很容易 為什麼很容易 因為 因為 這個3是什麼 十分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寫 十分之三 這就是答案了 不會容易 好 如果說 如果說 是0.37 這個7到哪裡 百分之三十七 百分位 所以呢 它就是百分之三十七 有沒有難 不難 對不對 如果說 是1-28 那等於多少 1百分之二十八 有沒有難 不難 難在哪裡 既然那麼簡單 很像是在教幼稚園一樣 對不對 難在哪裡 難在 約分 你要約到 最減分數 要約分 來 你看喔 百分之三十七 已經是最減分數了 1又百分之二十八 不是最減分數 你要再約分 這樣知道嗎 這裡是小數變分數 就不難了 就不難了 你就看它是千分位 百分位 萬分位 就直接寫上去就可以了 知道嗎 分數變小數 難不難 難 難 難喔 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長 除法 那你就去除吧 你慢慢除就好 就除 就除 就認真除 你每一題都要認真除啊 如果說我只教一個 簡單啦 長除法 就結束了 就認真除 比如說 比如說二分之一會等於零點多少 零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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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一個比較痛苦一點的 對於你們來講 也沒有什麼很痛苦的 嗯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十五 跟 二 十五 零點多少 誰 除 除 就除 好 慢慢除 二 十五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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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的話就這樣子 會不會叫你們寫 所以寫分數比較好 不是,這一題不會出 你們現在命太好了 命太好了 對 這樣子的題目 你們的席座裡面不會出現這種題目 你們席座的東西呢 都是除得盡的 除得盡 怎麼樣才可以 除得盡、除不盡啊 為什麼這裡面會除不盡 因為分母有三 就除不盡 分母有三就會除不盡 對 六也除不盡 分母有三就除 九分之一也除不盡 那什麼東西除得盡呢 五分之一除得盡 二分之一除得盡 四分之一除得盡 六分之一有沒有除盡 除不盡 八分之一除不盡 七分之一除不盡 八分之一除得盡 九分之一除不盡 九分之一除不盡 十分之一可以 十一分之一不可以 十二分之一不可以 可不可以 十二分之一這十二有沒有三 有三 有三他就除不盡 有三就除不盡 有三的就是除不盡 有三的就是除不盡 那我們叫這兩個東西 叫做循環小數 你除不盡 那個學校老師也不會出給你 不 那為什麼剛剛主任 要出一個十五分之二 誤判 來誤判 那我出一個除得盡 你們現在是小六 小六的學生都上我的課 都上了很久了 就沒有什麼好出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二分之一除得盡 我們背過 0.5 對 四分之一除得盡 0.25 我們也背過 那你說四分之三呢 0.75 對不對 五分之一 也背過 0.2 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 五分之四 依此類推 六分之一就除不盡 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也背過 你看是不是我們都背過 對啊 但是我們有新同學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新同學 幫你們父親你們的觀念會更強 同學你看喔 來 分數變成小數 如果你沒有上過主任前面的課 那你就除 你就除 國小六年級的題目 都讓你除得盡 國中啊 就會 國中他也不會讓你做小數的題目 他都會讓你用分數來表達 如果就是 不讓你用小數 欸 剛剛啊 國庭 常處法啊 那麼還會有一些 特殊的字 特殊的字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換算 特殊的東西 什麼東西特殊呢 來主任寫給你看 特殊的 如果去變小數 小數怎麼變分數 來第一個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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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除 不要 不要 你程度夠的話 你一直到二分之一 你馬上就知道是0.5 對齁 來 第二個 特殊分數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你狀況好的話 是不是眼睛看到就有答案了 對 你就不用說再去常處法 對不對 好來 四分之一呢 是0.25 0.25 同樣的齁 當你看到0.25的時候 你也要直覺想到四分之一 當然還是老話一句 因為大家都上了很久 來 第三個特殊的東西呢 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很多人會忘記 它會寫成二分之一 會等於0.5 0.5 0.5 是不是 是0.2 是0.2 加油 你知不知道五分之一是0.2 知道 對不對 知道 不然的話你就去除除看 來 接下來呢 是八分之一 這是特殊的 八分之一是0.12 0.125 十個小朋友裡面 有九個小朋友 它是不會 八分之一 你去學校問問看 以國小六年級的程度 班上沒有幾個人會 國中啊 就有可能有人會 那我們都會啦 大家看喔 八分之一 是0.125 你會不會記下來 它是0.125 這個要記 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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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記病 記喔 記這件事情 當然是因為說我們 時常說 那你們現在 就全部都記下來了 也是新同學 可能還記不下來 除了記 八分之一 等於0.125之外 我們還要去記 八分之三 八分之五 八分之七 好 我現在幫你們介紹 幾個你要記下來的數目 謝謝 十六分之三 你們沒有學過 就去除 除得記 十六分之三 十六分之三 除得記 除得記 慢慢除 你就會得到它的小數 所以要除很久 嗯 可是它也不值得背 對啊 不值得去記下來 你必須要記下來的是八分之一 主任剛剛跟你講喔 這些特殊的小數跟特殊的分數喔 它時常出現在你的席座裡面 或是測驗題裡面 時常出現 它一直出現 然後呢 大部分的人 是看不到它的存在 然後就每一次做的時候 都認真的除 那我們算是 比較早發現 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提早跟你們說 那你們把它稍微記下來 那我現在跟你介紹 八分之一的事情 來 這個 我要先跟你介紹 四分之一 看看你會不會 好不好 四分之一 等於 0.25 請問 四分之三 其他人不要說 我要問國題 好 因為其他的人 我都知道你們會了 來 多少 0.75 程度好 0.75 好 這裡是一個 你要記好 你看到0.75 就要想到四分之三 來 第二個我要跟你們介紹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等於0.125 0.125 怎麼來的 第一次跟你上課呢 我會除給你看 一除以八 一除以八 0.018 二十 二十六 四零五 所以呢 所以 來 八分之一呢 是0.125 一除以八 是等於0.125 那我現在問你 八分之三會是多少 其他人不要講 八分之三等於多少 0.375 你有背 還是用看 還是用心算 用看的 嗯 就0.125 你從什麼地方 知道說 他是0.375 0.125 就0.125乘三 他程度很好 他程度很好 是三個八分之一 也就是三個 0.125 所以他就等於 0.37 好接下來 八分之五等於多少 我會提我 八分之二 嗯 0.125 好 0.625 怎麼來的 嗯 0.125 他有學過心算 一般人沒有學過心算 有學過 來 五個八分之一也可以喔 五個八分之一喔 那就乘以五 乘以0.125 是每一個人看到 五乘以0.125 他都會去乘嗎 嗯 不見得 有很多人看到 五個0.125 他寧願不去算 我覺得啦 我們接觸小孩子很多 對 小孩子懶惰的居多 好 六 五個0.125 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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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在跟小朋友解釋的時候 這樣子解釋也可以 你剛剛說的 五乘以八分之一等於五 五乘以0.125 對 那麼 八分之五 還有一種說法 是 八分之四 再加上 八分之一 喔 喔 一半 再加上 八分之一 請問 0.5 加上 0.125 0.125 比較容易算 還是五乘以0.125 下面那個 你判斷 都一樣 都一樣 對於你來講 都一樣 下面的比較容易 對 下面比較容易 好 八分之五 八分之六 因為等於四分之三 所以 我們就 不用再去考慮四分之三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八分之七 我一提 按照你那樣子的說法 你一定是 七乘以0.125 嗯 七乘以0.125 那 就會有一個數目 還有一個方法 呃 八分之四加八分之三 可以啊 八分之四加上八分之三 可以啊 八分之四加上八分之三 那 你必須要記得 八分之三是三個 0.125 等於 0.375 你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 八分之三 0.375 已經種在你的腦海裡面了 那 我希望各位同學 只要記住 一組就好了 只要記住這一個就好 其他的都不要記 聽我講 那麼多數目字 0.25 0.75 0.125 0.375 0.8 5 0.6 那麼多數目字 誰背得起來 好像是不是 對你的要求太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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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